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官媒今天一炮三響 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 都是一面倒來踩黃色經濟圈 分別有中新社、大公報和文匯報 其中中新社的那篇報道非常搞笑 值得給大家看看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首先我們看看中新社的報道 標題是這樣寫的 撐警的店舖獲民眾支持 黃色經濟圈陷倒閉潮 完全是置身於平行時空中 即是反映出中聯版主任撤換後 這種情況完全沒有改善 讓大陸確實掌握香港的實際情況 不斷供這些資料給大陸看 難怪大陸就要找一個跟港澳系統 完全沒有相關的駱惠寧 來做中辦主任 否則一直看這些消息時 之前已經是誤報色民情 就說區議會選舉將會大勝 沉默的大多數會出來觀飄 現在又說黃色經濟圈陷倒閉潮 就算在一篇報道當中 都是說一間黃店倒閉 這就叫倒閉潮 真是虧你們想得出 那篇報道怎麼寫呢 他們就說 香港的暴徒宣稱以顏色區分店鋪 支持支持暴力的黃店 意圖打造黃色經濟圈 跟他們意見相助 或者支持警察的店鋪 就被他們打壓攻擊以謀求滅聲 有市民看不過眼這種暴力行為 紛紛排隊支持被集的店鋪生意 而黃店因為食物質量和服務態度差 以及需要向暴徒繳納一定的費用 而紛紛走向下坡路陷入倒閉潮 大家看完之後是否覺得 黃色經濟圈都差不多玩完了 死感大半截了 現在那些藍店才是很多市民排隊支持 這些圍爐自嗨式的文章 都寫得出真是佩服 他們有列舉例子 就說在香港的深水埗一間村菜館 是租了暴徒來破壞之後 翌日下午店鋪未開之前 就已經大批市民抵達店外排隊了 一開門 店內就迅速滿座 之後食客仍然樂役不絕 高峰期排了超過100名市民 接著他就訪問了食客 聲稱是 大致都是說看不過眼的暴力行為 所以要光顧這些藍店 那就好 何必經常這麼激動 說黃色經濟圈搞不定 既然藍店的業務都蒸蒸日上 然後又開始舉例 就說黃店走上結業的末路 為甚麼呢 他就這樣寫 推黃店走上末路的最大原因 可能是中部文宣的保護費 黃店指出 轉入黃色經濟圈 並非是免費午餐 店舖需要捐款後才可以入圍 入圍後還要上繳費用 以及向黃絲提供優惠 這樣被人吸血 不倒閉也挺難的 接著有些網友引述 網友說 黃店包庇暴徒 使香港動盪不堪 經濟走下波爐 消費市道萎縮 結業財源潮不絕 最終黃店也難以獨善其身 用暴力影響他人生計 其實間接自己也要承受惡果 所謂攬炒選人不理己行為 何必呢 差點要唱小鳳姐那首 何必呢 何必呢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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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真是這樣的文章寫得出來 首先是黃店 黃店沒有一個認證的機構 他就說到 要捐款才可以入圍 是這樣的嗎 一定要捐款捐給誰 捐給612的人道基金還是星火基金 星火就已經被戶口凍結了 從來都沒聽聞過需要捐款 到底捐不給誰呢 是不是入錯了經濟圈呢 那些人 呵呵呵呵呵 要捐款才入圍 然後入圍後還要上繳費用 哇 這樣也射得出的 上繳費用給何許人 給誰組織 或者是 真是 民所未民 這些消息 然後還要向黃絲提供優惠 當時是黃絲主動用一些鈔票來懲罰的黃店 不是黃店要向黃絲提供優惠才有人去 如果是就死定了 加上黃色經濟圈 經常被扭曲 就好像覺得那些黃店是專門做黃絲生意 今天施永青上商業電台的節目訪問 都是這樣說的 根本就不是這樣 黃色經濟圈是說那間店是黃店 不過 他就不會區別你那些顧客是黃絲還是藍絲 還是大陸人自由行 總之走進去店鋪 如果你不是搞搞鎮的話 一定會做你生意 反而就是那些黃絲 他們只選擇光顧那些黃店 於是黃色經濟圈才會形成起來 我就完全明白 既然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還固定向那些黃絲提供優惠呢 怎麼區別呢 他走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叫他五大叔 求決一不可 就是向他提供優惠呢 怎麼分辨呢 不會在面上像宋光那樣 下了印寫著黃絲 請問怎樣分辨 這些根本上你寫出來就很好笑 還說這些是吸人血 這間屎是他們被人用鈔票懲罰 怎麼吸血 完全難以令人理解 其實大公文匯的報道大致上差不多 可以反映到有幾點 第一 就是他們基本上對黃色經濟圈的現象 無可奈何 於是就要寫這些文章出來 來施展這個精神勝利法 是吧 沒有那樣就弄那樣 黃店就弄一個 倒閉潮 藍店就說很多市民排隊 實情你可不可以列舉更多的例子 即是寫文章 列舉例子最忽忌就是 就是孤例 即是不能只有一間藍店 很多人排隊 就可以擴及到全部藍店都很多人排隊 或者你舉出一間黃店倒閉 就演變成為倒閉潮 這樣寫的話就不夠客觀了 即是你只有一個例子 你起碼就舉出十個八個例子 就是黃店就不行了 即是你起碼就能夠舉出名字 只有一間 你真是把鬼 第二點就是他們擺明對於黃店存在 就是督眼督鼻 因為黃店就變相 把連龍場的文宣遍地開花 於是這些連龍場就清不了 因為在店舖裏面 而且就會對於食客以餘目染 一旦那些大陸旅客去完這些店舖之後 會不會感受到這個氣氛之後 變成黃絲 或者起碼同情的黃絲 或者起碼知道少許香港的實際情況 好了 還有 黃店的存在就變成 將這個運動長期延續起來 更加重要的是 削弱了紅梅的影響力 這麼難得才可以將那些大台統戰 現在轉過頭 每個黃店都說不看過電視台 變成是沒有作用 對嗎? 所以在這麼多情況下 他們對黃店當然不喜歡 第三就是他們很肯定 想將黃色經濟圈扼殺於麻牙狀態 現在不停製造輿論的氛圍 來阻嚇中立的白店 繼續加入黃色經濟圈 萬一在這個行業 比如說飲食界當中 絕大部份的店舖都變成黃店的時候 對於政權來說就很頭癢 因為每個都跟他們搞對抗 都是不妥的 所以當然就告訴你 不要加入黃色經濟圈 沒有前途 那些店舖開始陷入倒閉潮 或者告訴你要交保護費等等 就是要阻嚇他們 能夠在這個規模上成功壯大起來 甚至是擴展到其他行業 所以就不停寫這些文章 比如說在《大公報》裡 章宇仁說 黃色經濟圈是不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全球餐廳成功之道 都是貨真價實 好服務 招呼周到 物有所值 以及地理位置適中 我又覺得章宇仁這個說法 完全不錯 當九成以上的店舖 都變成黃店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比拼食物的質素 或者服務態度等等 說得好 這些才是成功之道 所以要招攬更多的餐廳 加入黃色經濟圈 到時大家就要比拼一下 總之每間都有連龍牆 每間都播放榮光的歌曲 每間都不播放某一個電視台 等等 好了 其實你看到 這個司老闆上商台的時候 大致的意思都是 看死黃絲 說問題是能夠堅持多久 有多少人能夠得益等等 或者執行上哪個標準太高 有難度 包括原材料 到底是否來自大陸呢 實際上這些是不對題的 我都不知道為何 施老闆經常有一種想法就是 黃色經濟圈當中的黃店 完全不會採用大陸的食材 為何會這樣想呢 有些東西被迫不住 東江水才算 一定是避不住 因為這些是用錢買回來的 這件事你搞清楚 司老闆 那些食店去買大陸的食材回來 你不要當是恩賜 或者是施捨 貿易是大家對等的 那間店的老闆 給了某一塊錢去買那些食材回來 那些食材自然是屬於他的 這是私有財產的觀念 沒有說那些產地來自哪裡就不行 為何會這樣來區分那些黃店呢 似乎這個標準是你自己 加諸於黃店身上 所以你才說那些標準太高 實現起來是有難度的 實情我沒有聽見那些黃店 是完全把這些大陸來源的食材 排拒於外 比如說蔬菜那些就比較難 如果不買大陸的菜 去哪裡買呢 那些就特別貴的 基本上我就看不到 有哪些人是以 採用哪一個地方的食材 來區分黃店還是藍店的 這是一個政治表態 不關這些事的 那你不如問別人 是不是水來自東江水 那一定是實行不到的 你定到標準是天那麼高 所以你說這些話就多餘了 施老闆 你質疑別人的堅持能力 是可以去到多久 喂 經歷了大半年 連運動都還在持續 你說可以堅持多久 香港人從來都沒有堅持這麼久 告訴你 所以這次你就不能夠看少了 雖然我也知道 好 是不是一找到黃色經濟圈的討論 就會第一時間上起你的媒體 就是你不停地想一些新的論點出來 不過也不是太行 你再想一想 好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